在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带头下 卫生局组成50人的马拉松代表队 开始在竹谱坛以及中正公园和义镇公园一带 先练习跑步备战 为的就是要参加基隆市政府和好马长跑协会 将在10月6号合作举办第一届 2024基隆城市办成马拉松活动 作为推动市民好朋友平常就要多运动 保持健康 主管卫生医疗保健龙头的基隆市卫生局 更是带头组团50人要响应这次的马拉松活动 也呼吁市民好朋友一起来参加 我们基隆市政府 今年第一次跟我们的入跑协会合办了 基隆市第一届的城市马拉松 我们基隆市的这个马拉松会沿着海边跑 看得到我们外幕山的山跟旁边的海非常的美丽 基隆市卫生局本来就是一个最重视健康 重视运动的一个局处 所以我们当然响应市政府教育处主办的 这一个基隆市路跑的活动 那也很感谢我们基隆市卫生局的同仁 我们有将近50个同仁一起来报名 这一次的路跑活动 那时候在报名的时候 我们就很踊跃的鼓励大家 大家都很踊跃的参与 但是已经时间接 现在倒数7周了 10月6号就要开始跑 我很怕我们的同仁 跑到半路的时候 如果被认识的医护人员救了 那就很丢脸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7周 就有好好的备站练习 所以我们就要备站基隆城市马拉松 第一次的城市马拉松 倒数7周 我们鼓励我们的同仁 今天先出来 暖身之后 跑步 练习 练习完之后就会知道自己体力还不够 不管你报3公里 10公里 21公里 都需要每一个星期持续来练习 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不会得慢性病 体重不会变重 然后会让我们的心理也非常的愉快 不会忧郁 让我们的身心都健康 更有自信心 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运动 就算你没有报名到这一次的路跑 平常我们的健行啊 或是很多各个局处办的运动活动 各种爱健康的运动活动 都一起来参加哦 开始练跑之前 卫生局马拉松代表队 先在儿童公园 做超慢跑 以及拉筋等暖身运动 避免运动伤害 特别是要参加马拉松活动 不管要参加几公里的跑程 都需要先利用一些时间 循序渐进进行跑步训练 加强心肺功能 才能快乐跑步 健康运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健康运动伤害